说到金庸先生 笔下的B爱情 我算是最惨的吧 明明是月女县里面的大女主 可谁知道 我喜欢的男人 要和别人泛舟胡上 我自己只能在一旁 当一个没人爱 没人理的柠檬精 谁有我惨 也有我惨吗 饭脸只是利用了你的母业 还支付了劳无费 我呢 阿景和我是青梅竹梅 也是我的尖刀驸马 还不是和没认识几天的妖女跑了 最可气的是 她花天价请她吃饭 还花的是我们的钱 你们这是落花 有意流水无情 我那是明明无情 却假装深情 更加恶心 你们看看我的阿牛哥 前一秒还在我的目前哭得死去活来 好像南寡夫上坟一样 后一秒呢 就和差点害死我的周芷若 亲亲我我 好像还准备商量婚事 别说这些了 喜欢的时候 我就是白月光 不喜欢就只是敬重而已 总是竟有老爷子赶了结局又怎样 还不是逃婚令我颜免扫地 你们力气这么重 说到底还是不够爱 是占有欲而已 爱是付出 不求回报 她若幸福 我亦无害 表姐 我看你是备胎上瘾 赶紧摘下情侣面具 什么遗见阳光雾终身 我呢 只不过是咽不下这个恶气而已 还有呢 你看她那条断臂 还不是撩完不负责任 酿下的苦果 她因为撩妹而失去了手臂 但是郭姑娘 也失去了自己的爱情 所以说 男人的甜言蜜语都是听不得的 就拿我的小林子来说 起初以为她人处无害 谁知道今是个无赖 我为了她 放弃了对我那么好的大师哥 但是在她的眼中 只有自己的事业 不仅挥刀自顾 而且还杀了我 献上投名状 谁有我惨 你们只会比惨是吗 真没用 舍不得杀贱男 就杀了那个小贱人 让他们天各一方 饱受折磨 最要紧的是 他们的孽种 不会威胁 我们家绿鹅 该继承的不动产 你做得还不到位 要我说 渣男贱女 都不应该放过 可是 即使我杀了他们的亲戚又怎么样 感情也回不来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保折磨 此情此景 我想吟诗一首 众位姐妹 可以跟上 问世金 情是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 双飞克 老赤 几回寒暑 欢乐去 你别哭 旧中更有痴儿女 君婴有雨 渺万里层云 千山暮雪 只影向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